我们接着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 就是我借了一辆蔚来ES6 我准备从天津 我先在天津牛屋上面的司机 然后开回上海 走这个G2金户高速 能换电的地方就一路换电换过去 我们看看电动车走高速时候的体验 到底是什么样的 笑一个呗 好了 那就拿你当开头的啊 嗨 努米 导航到商贺服务区换电站 好了 现在是上午的10点03分 我们行驶在京仓高速公路上 还有200公里 我们就会到商贺服务区 然后去商贺服务区换个电 我们继续行驶 那这一趟开回去 可能要有1100 1200公里的样子吧 然后我们就慢慢开呗 那个北京天津这一段 限速是100公里 并不是120公里啊 公里后靠右前方 从182出口 出当前到速 往苍州方向 停走右侧两车道 好 我们换向了 我们要往上海方向开喽 哎 你好 那个我现在离这个服务区 大概还有26分钟的路 那我过来能直接换电吗 断线了 上海方向 是的 哎 上海方向是的 啊 你直接过来行啊 啊 好了 我直接过来就可以是吧 我还有25分钟到 哎 好嘞 好 嗯 好 行 谢谢 一会见啊 好的 好 拜拜 拜拜 好了 12点了 第一个半电站 商合 谢谢老板陪我跑 谢谢 我们来找找在哪里 太阳在哪里 太阳在哪里 召唤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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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开错了 在那里 在那里 看到了 在那 开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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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反 这个这个服务区不大 这个跟你一样开错 很容易开错的 我看那边有条道 我就过台了 在这儿 在这边上 商合服务区的换电站 特别明显的一个位置啊 边上还有超充装 小哥 小哥是在这儿特地等你吗 他就是在这儿 他就是平时就是在这儿的 他直手的 就是轮换的 拿下你的手机 好了 第一个换电站 我已经到了啊 我们现在在 这个商合服务区 然后正好12点 开了大概三个小时 从天津市区 一直开到这个服务区 然后家电专员 现在就会把车倒进去 然后给我们换个电池 然后用这个时间呢 我也去上个厕所吧 好了 那个换电已经完成了 新的电池装上去了 然后车已经下架子了 看一眼时间啊 现在是12点06分 应该是6分钟 或者7分钟搞定了吧 这个速度可以了吧 上过来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续航啊 我们刚刚换了一块电池之后 现在是416公里的续航 这个ES6用70度电池的话 充满电是400灾 所以这416几乎是满的一个电 我们看看现在时间啊 是12点11分 我们还上了厕所呀 聊了天啊 还跟换电小哥一起拍了照片 来潘总发表一下看法 我觉得未来这家公司没问题的啊 就是无论去他的Near House 还是一个家电小哥 还是在换电站的公司 工作人员 我们接触到的工作人员 对这家公司都充满了热爱 对自己做的事情都充满了信心 我觉得整个节奏是非常对的 嗯 刚刚的家电小哥也特热气 我还跟他拍了合影 等会我把它贴上来啊 嗯 好 所以大家来换电的话 呃 刚刚这一段不忘管多少公里吧 我也不想数了 反正就是 只有过路费 没有充电费 好 那我们去下一站吧 拜拜 下站 好 我们现在在济南的绕城高速上 然后右前方有个地方叫张秋 张秋有个特产叫张秋铁锅 那我们的爸爸买个便宜锅 还推荐过很多便宜的张秋铁锅 当时啊 做了一期那个叫什么 舌天上的中国之后 张秋铁锅一度卖断货 那后来呢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流逝吧 对吧 一个张秋铁锅手工打造的 也只能卖到30块钱了 如果现在你想体验一下 国粹 你可以去买个便宜锅上 找找便宜的张秋铁锅 4公里之后有一个来无服务区 如果你开着未来要来换电的话 请千万不要不要不要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在第一个来无束口就下服务区 换电站不在那 你要继续往前开 也千万不要下高速 因为那个服务区的位置呢 其实你下高速的时候会更近 但是你下了高速之后 你就发现明明在服务区 你下高速之后在服务区的围墙外面 看着换电站你就傻了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直着开 一直往前开 开到第二个来无的服务区 然后再进去就没事了 前方两公里接近来无服务区 听到没这个不要进 这个不要进 继续往前开 大概还要再开10公里的样子 1.4公里后靠右前方 从474出口 出京户高速 进入莱屋高新区立交 往莱屋高新区立交 往莱屋高新区出口方向 请走最右侧车道 就是这个 千万不要下去 继续往前直着开 不要去下立交 下了你就是下去了 未来在京户高速上的所有的换电站 都在服务区 继续往前开 前方350米 有限速拍照 限速110 当前时速107 450米后靠右上坡 出京户高速 进入莱屋高新区立交 往莱屋高新区出口方向 靠右上坡 出高速 往莱屋高新区出口方向 2.2公里后 靠右前方行驶 往上海G2方向 这就对了 2.2公里之后 往上海G2方向 那个时候的莱屋 就是真正要去莱屋了 其实我觉得山东省应该 把这些服务区改个什么 莱屋东啊 莱屋之类的 不能都叫莱屋吧 看了 那个就是莱屋 看我刚刚打电话了 是 你 350米后 在道路尽头右转 那个来到换电站的时候 要提前在路上给 职守的专员打个电话 如果没打也没事 那个边上哪个牌子 那牌子上面有他的电话号码 你打给他就可以了 就那么简单 来 您好 您好 我现在在换电站的门口了 您到莱屋了是吧 对 我在莱屋了 是的 好的 您稍等我再下去 好的好的 行谢谢 好再见 我刚看了一下 那个地方的牌子上面的号码 没写 那有可能是防止大家乱打电话什么的吧 那个 反正未来的APP 你点那个充电桩呢 上面都有个电话的 只要你点一下 直接就可以打电话 那好了 那现在我们正好来看看 这个换电专员 你要多久的时间下来吧 就是期间不打电话的话 现在呢 是13点59分 我们看看他几点下来 哎呀 吃着这个时间跟大家聊两句啊 你看我已经开了有多少公里啊 从昨天接手这车 我已经开了517公里了 大概高速部分 应该也有400来公里了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超过400公里的路程 不是说车不能跑 就是咱们日常 你开燃油车 你开起来眼泪吧 对吧 我觉得400公里完全可以高铁解决 那今天这个跑法 主要就是验证一件事 就是未来可以跑长途 不但可以跑长途 而且依托他建设的这个换电站 还能做到零成本 零电费去跑长途 当然你说这个 哎 家电小哥来了 你看看看看看 看看这标准的 未来的功夫的家电小哥 所以其实还是很快的 就是如果你不提前打电话 也没事 如果你提前打电话的话 他会今天把门准备好 这样你更节省你的换电时间 好 我们把车交给他吧 哎 你好 好 慢点 好了 刚刚家电的小哥建议我们说去前面的服务区都是小服务区的 不如在这吃点东西 那个我们中饭也没吃完 现在是两点十四分 我们来看看这服务区有啥吧 那好了 我现在已经下午三点钟 我们在这服务区待了差不多有四五十分钟 那充 那个别说换天了 充个电差不多 车都充的 差不多快充满了 那我要聊聊这个ES6的驾驶感受 那你知道我长期都是开ES8的 所以 6呢 我开了这500公里之后 我的感觉是整个6呢 其实整体上是非常更加轻盈的 然后确实也更省电 这个续航相对来说会更长一点 但是我比较不满意的一点是 ES6的Nomi 感觉跟8的Nomi 不是一个Nomi 那ES6的Nomi 非常傻 就比如你想让他导航到那个服务区的换电站 你忘了跟他说很多次 才能成功 比如说你跟他说 那个调节个内外循环 他可能都会犯傻 这在8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就我每次使用起来非常顺畅 一气合成 就是6跟8的Nomi 怎么感觉不是一个Nomi 我觉得这方面 这个问题是我最初没有想到的 就是车的驾驶感觉我觉得非常好 甚至这个车因为相对小了一点之后 反而那个动态 那个感觉更好的 就是你在高速公路上 比较高速并线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自信感反而更足 然后这个运动座椅 反正我这种比较瘦 我觉得这种运动座椅 那个8上我有点晃晃悠悠的 但这个座椅对我的 对我的这个包裹 我觉得反而更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来演示一下 Henomi 外循环 马上打开空调外循环模式 Henomi 内循环 正在打开内循环模式 Henomi 外循环 马上打开空调外循环模式 Henomi 这段高速一直在修路 就是自从到了济南 然后现在就来我这儿 限速80 就是其实一点跑不上去 本来我还想跑一个什么 金户最速到达的 你这高速公路在修路 我怎么跑最速到达呀 是吧 不是应该对着自动呗 没事 咱俩 OK 咱俩想刷新这个金户最速电动车 我估计是刷新不了的 你看我们又在这服务区吃东西 又在服务区捣蹭电脑 是吧 然后现在又这高速公路在修路 限速80 这想搞个最速应该没机会了 那我们就安全第一 好好开车 免费开车到家 好吧 我销完10点之前都到家 我现在离上海大概还有700公里 下午3点钟 差不多我觉得 因为接下来都是换电站 换电站换起来电 其实速度很快的 然后只要我们不要在服务区 再吃饭了 其实吃饭是最耽误时间的 还有上厕所其实也挺耽误时间的 吃饭是不可能的 不上厕所也是不可能的呀 所以客观上就是你跑这么远的长途 就会有这么多事嘛 那OK 咱们就在限速合理的范围内 我们认真开吧 晚上看看最后到底能几点到家呗 客观上来说这么远就开不错高铁 那你我现在送你去高铁站 我开回去 嗯 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必要一定要开这么远 对 潘总的意思是没有必要这个小1000公里 非要自己开车 然后甚至一个人开车来完成 对 好了 那我再说 前方两公里接近弹城服务区 好继续限速80公里 两公里之外呢 有一个服务区叫弹城 如果你开ES8的话 你应该在这差不多就要换电了 但是因为我开的是ES6 所以没事 我可以甩过这个弹城服务区 直接去40公里之外的叫新仪服务区 那也有一个换电站 那另外呢 这个弹城服务区的换电站呢 是在北京方向 所以我往上海方向过去的话 那个换电的时间要会额外长一点 因为你穿这个隧道 他那个服务区底下都有一个寒洞要穿 所以这个换电站我就直接甩过去了 好新仪服务区 我们来找换电站 这个换电站是在 然后靠左前方行驶 这个换电站是在上海这一侧的 然后我们找一下 一般是在充电装 在那里吗 你刚看到了吗 没有 这儿 看了 充电站 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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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一个 带好头盔等你的 你提前打个电话预约的话 他们就会好很多 好了 因为限速问题 你看 两个小时50分钟 只跑了244公里 其实跑得非常慢 但是电量还有不少 咱们来换电 好了 好了 新仪服务区看起来条件很不错 你看后面明显是一个大商场的样子 而且这个服务区你看非常大 你看他们在帮我们换电了 后面有充电桩 然后现在是18点01分了 我是米城市 背景历 看板 正误 海内 帮 αν 对 ducks perché 这服务区条件很高呀 有儿童乐园 吃的 还可以啊 我觉得如果你走近乎高速的话 在这应该来稍微停一下 6点53分 饭吃完了 我们去下一站 1点2公里后 靠右前方行驶 进入淮安六栋服务区 请走右侧车道 前方500米 有限速和硬体车道监控 限速120 当前时速111 前方450米 有硬体车道监控 请留意当前车道 600米后 靠右前方行驶 进入淮安六栋服务区 进入淮安六栋服务区 靠右前方行驶 然后立即靠左前方行驶 好晚上来找换电站有难度啊 地图我忘记看了 环节车道监控 在哪儿了 怎么办 他应该是个小房子 有人在等他应该会亮 我看了 远出去看了 那个150米后到达目的地 现在有新人 没打电话 但那个小哥说他给他打电话 接近目的地 没有 邓门没开 要打电话 导航结束 好 我们又没有打电话 所以我们现在要打个电话 给小哥打电话 边上又是充电庄 但是充电庄有人站位 不得不太好 来 好了 现在是晚上的8点04分 我们在六栋换电站 然后刚才又忘了 提前打电话预约了 所以小哥大概要两分钟 才会出现吧 刚刚那一个小时十分钟 我竟然跑了122.7公里 这个不堵车 以及这个限速是120 就真的很爽啊 你知道整个高速公路 平均时度达100公里 就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快了 然后在两个换电站之间比较近 但是下一站呢 叫做燕桥又稍微有点远 如果是84千瓦时电池 估计就能开到中间这个漏洞 就可以不停了 但是这一站为了保险起见 还是停一下吧 反正也就耽误个十分钟的样子吧 好了 我们开始换电了 这个换电站的边上 老规矩又是充电桩 刚才那大哥那一队 他们的车在等充电 对这个换电还挺感兴趣的 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啊 我在玩手机车都降下来了 看看时间啊 那个20点13分钟 那个 20点13分啊 那个总共是五分钟 还是六分钟吧 反正就这么快的速度 就搞定了 什么时候回站啊 前方600米 有限速和硬体车道监控 限速100 江云大桥是 是那个过桥的 江云大桥每年 前方600米 各种点飞的时候 江云大桥就是个巨大的毒点 车多呀 前方进入桥梁 全长次公里 看江云大桥多长 前方事故多发趋势 靠右前方 靠右前方 随后200米靠左前方行驶 前方100米 有违章拍照 靠左前方行驶 随后200米到达目的地 觉得啥 你一路辛苦了 欢迎来回路去休息 之前在公区没有看到 好找换电站充电桩 看到了换电站在哪里 在后充电桩 有人在充电 挺好的 这里 我感觉我的智商还是很高的 四百米后向可前方行驶 这个换电站 我说这不是唯一的一个有休息区的换电站吗 好了 燕桥服务区 这里 你看 这是我刚刚说的 这是一个 可能是唯一一个在换电站边上快速的搭建了一个休息室的地方 这个休息室吧 那理论上说有好处 因为换电的时候你得下来 但是呢 那个使用平次毕竟来说不高嘛 而且现在他们的主流做法是你要么就是很容易换换电的转单位置 换电站要是远的话咱们就在那个服务区的办公处换手了 这样也不交雨 然后换好电之后人给你把车开过来 所以这个房子我印象中好像只建了一个啊 欢迎各位同学弹幕指正我 好了 现在10点58分 那所有的G2的换电站 我们应该只跳过了一个对吧 对象的 然后其他的那个全部都打卡了一遍 那个从天津到上海 那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就能到家了 那后面的视频咱们明天白天再发个总结吧 现在天太黑了 拍视频不好看 还有ES6这个氛围灯 真的很好看啊 这个氛围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